本期的內容有 俄甲收官之戰 七甲的冠軍之爭 包括英超、益甲的強強對話 賽前的全面分析 喜歡主彩的小夥伴 千萬不要錯過 一定要看到最後 OK Let's go 現在我們來看 阿斯頓維拉主場對陣狼隊的比賽 這場比賽博彩公司開出的是獸半球 大小球開的是兩球半 本輪前維拉是積27分 排名倒數第二 但球隊仍有擺脫降級區的可能 戰役不易低估 和上輪聯賽1比1占平了紐卡斯爾 聯賽已經遭遇了7場不勝 士氣備受打擊 本賽季主場的成績為5勝3平7負 勝率只有33% 搶軍丟1.7球 竟丟了59球 是本賽季丟球數最多的球隊 後場防守呢 並不穩固 狼隊呢 目前與曼聯同分落後排名第4的切爾西 球隊此番若能取勝 沒有機會 擠身歐冠區 本場戰役十足 前鋒 吉梅內斯上輪打入了聚勝一球 特勞雷則貢獻了一個助攻 球隊風險的發揮表現不俗 上輪1比0小勝了普文茅斯 副賽後的兩場比賽全部取勝 並且完成了零封 狀態是相當出色 最近3個客場2勝1平 坦軍至少打入2球 客戰能力不俗 近10場賽事取得了5勝4平1負 期間所遭遇的對手不乏 曼聯萊斯特城這樣中上游球隊 含金量不低 兩隊近5場交鋒 維拉取得了2勝3負 往季處於下風 維拉復賽後的三輪賽事全部不勝 而且球隊的主場能力也不夠突出 綜合以上這些狼隊狀態明顯的更加出色 本場比賽我個人是看好客場作戰的狼隊取勝 接下來我們來看德甲的兩場收官之戰 首先是門星格拉德巴赫主場迎戰柏林赫塔的比賽 這場比賽博彩公司開出的是球半 大小球開的是三球半 門星目前排名德甲的第四 只領先身後的洛歐庫森2分 但他們只要本輪不敗就能保住德甲前四 目前狀態增加 近期收獲了2連勝 且期間打進6球只丟1球 主戰能力出色 近4個聯賽主場好取了3勝1負的家計 本賽季主場勝率更是高達68.8% 主場成績位於德甲的第三位 主場的進攻火力爆棚 本賽季主場場均能夠打進2.4個入球 16個聯賽主場僅有一場比賽未能取得進球 客隊柏林赫塔目前已經是無欲無求 本場戰役存疑 上輪聯賽是2比0 爆了擊敗了洛歐庫森 止住了近期聯賽三連敗的頹勢 客戰能力不差 本賽季客場不敗率達到了62.6% 客場的進攻火力也比較穩定 近9個聯賽客場僅有一場比賽未能取得進球 門星近8次德甲對陣柏林赫塔 取得了6勝1平1負的優勢戰績 雖然目前還沒有鎖定歐冠席位 但由於他們進勝球的優勢明顯 本場比賽其實只要保持不敗 即可確定德甲的前四 本場比賽亞止從主讓一球升至主讓球半 指數之下還有繼續升盤的趨勢 明顯是希望熱度傾向於主隊 所以此意客隊可高看一線 因為是這樣 就是收官之戰往往他會變數很大 所以這場比賽我個人沒有太好的建議 從雙方的實力對比來講 主場作戰的門星贏球是不會有太大問題 可能客隊也會派出一些 平時少有機會上場的隊員 可能對比賽的態度會有一個不確定性 接下來我們來看勒歐庫森主場 對美因茨的比賽 這場比賽博彩公司開出的是球半 兩球 大小球開的是三球半 勒歐庫森雖然目前得甲第五的位置非常穩固 但他們也僅落後第四的門星兩分 本輪聯賽只要他們取勝 而門星落敗 他們將有機會在最後一輪 搭上通往下賽季歐冠的末班車 本場的戰役是十分強烈 主場的進攻火力穩定 本賽季16個德甲聯賽主場 僅有兩場比賽未能取得進球 且場均進球數接近兩球 但是最近狀態欠佳 近四輪聯賽輸了一半的比賽 僅擊敗了副賽後狀態低迷的科隆 最近先後在組場遭遇了 沃爾夫斯堡和敗仁的羞辱 對於球隊是相當大的打擊 他們也唯有在上個聯賽組場 拿低迷的科隆出氣 美銀慈目前處於上下無憂的位置 本場戰意存疑 近期收獲了聯賽的兩人勝 從而提前完成了保籍的任務 最近客戰能力提升明顯 上個聯賽 客場更是2比0完勝了 主場龍多特蒙德 爆出了一個冷門 防守能力提升了不少 雖然本賽季客場場 場均失球數高達2.4球 但最近連續兩個聯賽客場 完成了零封 而且兩個對手的主場場均 進球數都超過了兩球 比賽含金量非常高 主隊洛庫森在最後一輪 是很有機會去爭奪 下賽季歐冠的席位 雖然球隊近期發揮不佳 但這場比賽是必須拿下的比賽 本場比賽亞直也在後世 加大了對主隊的支持力度 即使在美銀慈近期表現神勇的情況下 本場比賽依然上調了兩個盤口 美銀慈方面近期戰績好的緣故 更多是因為要搶分保籍 現在他們已經提前完成了保籍任務 本場戰役投入 恐難有保證 所以此役主隊可高看一線 那我個人的建議也是 主場作戰的洛庫森勝 多說一句 本場比賽是得獎的收官之戰 雖然寶吉和爭冠已經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歐冠區還是會有一些球隊排名上的爭奪 所以變數應該會很大 如果你覺得我的推薦 對你有一點參考價值的話 請點贊、分享、訂閱 記得打開那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任何一場賽事的推薦了 每週有很多比賽 我只是隨機挑出幾場和大家分享 如果有影片裡沒有提到的比賽 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留言 我們一起在評論區交流討論 我會第一時間回覆大家 有興趣也可以翻一翻我之前的影片 接下來我們來看西甲的兩場比賽 馬德里競技對阿拉維斯 這場比賽博彩公司開出的是一球球半 大小球開的是兩球半 馬靖目前狀態極佳 近期已掌獲了三連勝 期間更是取得了一場五球的大勝 主場表現穩定 以連續七個聯賽主場保持不敗 期間勝率達到了七成 防守端表現依然穩健 本賽季主場場均只丟0.6球 為七甲主場防守能力最強的球隊 阿拉維斯復賽後狀態欠佳 四場聯賽輸足了三場 僅取得了一勝 目前處於兩人敗之中 並且不善克長 他們已經連續五個聯賽克長未能取勝 其中是輸了三場比賽 進攻乏力 本賽季克長場均只能打進0.73球 馬靖已經連續兩次在主場擊敗了阿拉維斯 主場優勢明顯 馬靖是西甲三強之一 過去的七個賽季一直穩定在西甲的 前三 曾在1314賽季奪得了西甲的聯賽冠軍 最近的兩個賽季都獲得了聯賽的亞軍 表現得十分穩定 阿拉維斯從1617賽季升上西甲後 也逐漸的站穩腳跟 但過去的三個賽季 他們依然要為寶籍而戰 所以這場比賽 我的個人建議是主場作戰的馬靖勝 大小球方面 我傾向於主場作戰的馬靖火力全開 打出一個相對比較大的比分 接下來是賽爾塔主場對戰巴薩的比賽 這場比賽國彩公司開出的是獸一球 大小球開的是兩球半三球 賽爾塔上輪聯賽1比0 擊敗了皇家社會的比賽中 阿斯帕斯取得了進球 這是他職業生涯的第一板力西甲進球 阿斯帕斯這名球員曾經效力於利物浦 也是西班牙國家隊的長客 雖然身材不高吧 進球效率不低 主隊目前狀態增加 近期收獲了兩年勝 期間打進了七球 且保持了零十球 逐漸的已經逃出了降級區 主戰能力出色 近四個聯賽主場 好取三勝一負的佳計 上個聯賽主場更是6比0 橫掃了阿拉維茲 主場防守端的表現也比較穩固 近五個聯賽主場僅丟兩球 其中三場比賽是零封對手 副隊巴薩目前狀態極佳 近五輪聯賽好取了四勝一負的佳計 其中僅有主場龍球隊 塞維利亞才能逼平巴薩 那場比賽我的預測也是主場作戰的 塞維利亞逼平巴薩 真的是逼平了 客戰能力出色 近四個聯賽客場僅赴一場 塞爾塔最近四次主場對戰巴薩 取得了三勝一負的優異戰績 此役如果想取勝的話 要利用自己的主場優勢 從一開場就給予對手足夠的威脅 迫使對手只能先收縮防線 其次球隊在中場要投入足夠的兵力 盡量把中場控制下來和巴薩周旋 兩隊近期都有出色的表現 塞爾塔收獲兩連勝 而巴薩近五輪掌獲了四勝一平 塞爾塔主場也是極為強勢 他們也是巴薩的客星 特別是在主場 但這場比賽雖然我不喜歡巴薩 但還是更看好客場作戰的巴薩 取勝 提醒各位 做這個主彩推薦呢 並不是鼓勵大家去買球賭球 完全只是我個人的愛好 因為喜歡足球 我相信大多數人 也是有自己喜歡支持的球隊 更多的還是從足球比賽的本身出發 希望大家看球的同時呢 也能增加一點樂趣 僅此而已 最後呢我們來看一甲的一場比賽 因為我之前也說過一甲是 甲球比較這個 嚴重的一個聯賽 我一般呢 不太敢說這個一甲的比賽 因為我之前的幾年呢 在這個一甲呢 也吃了很多的苦頭 所以對於一甲的這個分析呢 也僅供大家參考 那我們來看這場 拉齊奧主場對陣佛羅倫薩的比賽 博彩公司為這場球開的是一球的盤口 拉齊奧呢表現的是極為強勢 近22輪聯賽只輸了其中的一場 期間的勝率達到了7成 主場幾乎是無人能敵 近12個聯賽主場好取了10勝2平的不敗戰績 主場進攻火力呢爆棚 本賽季主場場均能夠打進2.8個進球 進攻火力排名一甲的第二位 客隊弗羅倫薩最近的客場表現不錯 近5個聯賽客場僅附了一場 本賽季客場場場均10球數達到了1.5球 最近呢已經陷入了三連平的一個怪圈 拉齊奧本賽季主場的盈盤率高達71% 為一甲主場盈盤王 也是曾經的一甲七姐妹之一 球隊歷史的底蘊深厚 是一甲中上游的強隊 近9個賽季呢一直是排在一甲的前10位 那紫百合佛羅倫薩呢 近年來實力逐年下滑 上賽季呢更是淪為了保籍的球隊 拉齊奧雖然復賽後首輪呢意外落敗 但他們本賽季的強勢表現呢 依然不能忽視啊 他們也是目前一甲唯一能跟尤文圖斯 一爭高低的強隊 而弗羅倫薩呢近年來實力呢 已經不能稱之為強隊 從實力上來講主場作戰的拉齊奧 一定是佔據更大的優勢 但是就像我之前說的 一甲球隊之間的比賽 實在是變數比較大 那還有一場是AC米蘭主場 對戰羅馬的比賽 這場比賽呢也是一甲的 兩個傳統豪門的一場對決 相信比賽呢應該會比較好看 那我在這裡就不做出 更多的分析和預測 之後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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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族